我的笨笨 他還寫了 因為我是會寫日記的人 然後最近錄影片就好像覺得好像不用寫日記 因為 因為我就是需要發洩嘛 我就是需要書法 然後有影片還不錯 就覺得好像在跟誰講話一樣 然後我本來就是一個很需要講話的人 看來又好想哭喔 真的是 那幾點 12點24 我之前還以為他喜歡另外一個東西 所以真的是朋友 所以他講那麼多電話應該就是 就是跟女朋友在講電話吧 嗯 唉唷我真的喜歡 喜歡一個不喜歡自己的人真的好痛苦喔 我這天把就是那天巧語的過程全部寫下來 還有我的心情 但因為他在用耳機講電話 很難過 一下班就撥了的電話 是撥給誰 招一步一驅 覺得自己很像小鴨子跟在他身後 很喜歡這種感覺 但想不到他沒太理我 電話繼續講 而且馬上由步伐得知 他是要走另一側 他只走我又走 我好難過 而且他每追上來和我同行 我們真的聊很多耶 我還把跟他上班真的蠻開心的 我喜歡他讓我直接用心吸管喝他那杯咖啡冰沙 在我嘗試要用平常適合的方式把一段液體揭取出來的時候 雖然都與我無關 我喜歡這樣想 雖然都與我無關 現在怎麼辦 現在怎麼辦 所以我現在生活又要回到就是 沒有喜歡的人 我覺得喜歡一個有女朋友的人太痛苦了 真的太痛苦了 我不行 我真的不行 超煙5K人 我真的沒有人 做壁我好像也可以 我好像也可以 你知道就是 退縮自己的底線 可是有女朋友我真的沒辦法耶 我真的 我真的沒辦法 有女朋友我真的沒辦法啦 我會再找第二份打工 不然我真的遇不到人耶 但我真的會覺得我 其實沒有交男朋友也是OK啦 唉真的是沒我的事耶 好討厭這種感覺 我覺得我應該要去訂聖家堂的門票 好像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不是米拉支架 我應該 對齁我好像還要排時間照米拉支架 喔對齁 看我的那個手機的綁帶 而且 我這次的行李 就是因為硬塞嘛 就是比葡萄牙少了 一小袋 一小袋衣服 我想說那這樣我要不要戴拍立的 可是因為巴塞隆那不是 就是現在感覺自然好像不是很好嘛 我就覺得如果戴拍立的 被偷走我應該也會很難過 怎麼可能不難過 但我的意思是說 對我就是那個意思 我在想要不要戴拍立的 可是因為拍立的話 要請別人幫我拍 然後路人可能手滑 就不小心按到 然後一個底片就是 30塊台幣就不見了 是30塊嗎 還是更多 還是我不知道 沒有旅辦真的很麻煩 我跟他講過那麼多事那麼多話 而且 不是我跟他講 是他對我講 就是我跟他好好的聊天 然後他一直講 我之前不是有講過 他就是通常都會講很爽 這種狀況下 我還 問不出他有女朋友 怎麼可能 好我真的不要糾結在這一點 我真的一直糾結在這一點 反正他就是有女朋友了 我現在也不能怎麼辦 對啊就句點啊 這麼多可以講到女朋友的事情 一次講女朋友都沒有 這是 我好冷靜 我好冷靜 我不能想太多 哇想到週年紀念 我沒有過什麼週年紀念 這也太 太太貼心了吧 天啊 而且我現在忍不住 想他們兩個怎麼在一起的之類的 是什麼場合什麼機緣 什麼樣的行動在一起的 天啊 想這些東西真的是會整死自己耶 再找一個打空好了 而且那個 我好像前陣子 我有偷sky scanner 然後sky scanner沒有咬我 把我刷掉 然後好像還有另外一個也把我刷掉 還是就都講完了 然後前幾天又有偷 另外一個學校職缺 就都大同小異的那種行政職 所以 感覺也會被刷掉 然後我就覺得 這樣刷來刷去 其實我覺得我可能需要一個大反省 但我又不願意做 我就是不想反省怎麼樣 我覺得我真的 我就是一直覺得自己沒有那麼差 所以就不想反省 我就覺得是市場機制的問題 現在可能 嗯 勞力過剩之類的 然後缺工具 不是缺我這種人 就是 我這種人就是 沒什麼專業 然後既然這樣的話 那這樣我是不是 就直接找打工算了 我覺得我現在還在狗言殘喘 狗言殘喘 而且因為我現在要去 巴塞羅納我也不能去找第二個打工 可是 我這樣說也不對啊 因為我禮拜一就回來了 可是我在想我禮拜 我在想我六月要不要去義大利 六月如果真的去義大利的話 雖然不一定會去啦 可能不會去 不去的機率比較大 因為 我記得他那個搬機時間也沒有很好 而且那個便宜機票 是我大概 兩三個禮拜前看的 所以現在應該已經沒有那個便宜機票了 因為機票會一直漲價嘛 可是如果去了的話 六月去了那一次 國 出國 就會是最後一次 因為 我等於是一月開始找工作 然後一月到三月 呃大業找工作 三月開始打工 所以三月到六月又是另外一個坎 所以經過六月七月之後 我就應該要真的進入狀況 進入就是正直模式之類的 就是不一定是正直 做的不一定是正直 但是要有正直模式 比如說小時數啊什麼之類 我覺得啦 所以如果真的六 到六月是一個坎的話 那像其實到六月之前 我應該都可以 就耍廢 像現在這樣耍廢 可是又會很焦慮 就想再出去一次 但也沒有到那麼想再出去一次 而且我不太啊 影片不是還沒剪完嗎 然後西班牙又會再拍 可是又覺得如果正式西班牙去了之後 回來就馬上找另外一個工作 那同時我又不知道是不是 要繼續找那種正直工作 然後最好是簽一年約的那種 可是我現在又覺得自己找不到 可是我不知道我找不到 是不是因為我太懶散 或是所以找得不夠勤 或是我 我找得不夠多 還是就真的沒有 1點37 我現在在抬腳 然後我聖家堂買好了 我公園 公園買 9點半 聖家堂買 2點半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我其實那個 我不知道那個翻譯 到底是就是中國的翻譯 還是 中文翻譯都那樣 叫 龜爾 剛剛那公園是 龜爾公園嘛 因為我Google上看到的 然後 聖家堂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叫 龜爾公 就感覺評價還蠻好的 可是龜爾公 它就是 它的那個可以選的時間很多 而且好像都還沒有被搶光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我留到禮拜天 或禮拜六再想好 因為我禮拜六其實落地的時間 是下午3點15 所以其實如果 趕快一點的話 呃 我是可以那個嘛 我是可以 呃 呃 就是 排個 那個 傍晚去看那個龜爾公 可是 我也不知道 我說不定海關卡很久 或是 我交通卡很久 所以就先冷靜 然後呢 我一直還沒有講到就是 為什麼 我們今天上班會聊到 他跟他 他請女同事畫 他跟他女朋友 的肖像 是因為呢 這有多那個你知道嗎 就是 我還想另外一件事 我先講另外一件事 就是 就是 我還有問他說 我們還有聊到電影 就是我們聊了 everything 我們聊了everything 然後呢 聊到電影的時候呢 他就說 我們就互問說 喜歡看什麼類型 然後他就有說 我就有說 我完全不看恐怖片 然後他就說 他 有看恐怖片 然後我就說 你幹嘛看恐怖片 Sorry 我知道很多人愛看恐怖片 I know I know 然後呢 我就說 幹嘛看恐怖片 然後他就說 他喜歡跟朋友看恐怖片 他說 朋友 他說 他喜歡跟朋友看恐怖片 因為就看朋友被嚇的反應 就會覺得很有趣 很好笑 現在聽起來那個朋友 根本就是女朋友吧 對不對 根本不是朋友吧 像這種時候 如果 是 一般人不就應該會 講中女朋友嗎 就會說 喔因為女朋友很害怕 看恐怖片 然後我覺得 跟他一起看的時候啊 他那樣嚇起來很好笑 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還說什麼 台灣人恐怖片真的很可怕 什麼之類的 OK Thank you 但 就 這 你看 連這種話題 他都絕口不提女朋友 一個字都沒有提到 好然後 就是各種 還有什麼 我有問他就是 因為他是某一個國家的人嘛 然後我也有問他說 他在他國家的時候 以前的那個生活 什麼之類的 然後 不只他國家 我也有問他 就是 就是有聊到一些話題是 他大一大二 他的行程 什麼之類的 而且有女朋友的話 不就是應該會有假期嗎 可我每次問他就是 最近在幹嘛 或是有什麼計畫 就都沒有耶 而且他下一個旅行計畫 是暑假 這合理嗎 現在五月 這合理嗎 而且 他暑假的那一團 就是要去的 也是跟朋友去 然後他上一團巴塞羅納也是朋友 然後他 他喜歡 因為他蠻喜歡煮菜的 然後他在家裡就是 揪了一大團 來吃他煮的菜 也是朋友 他都用朋友這個字喔 我很確定 好我真的 我真的不能再糾結了 我已經糾結 好幾個小時了 STOP STOP 我真的要停 好我要講回來 為什麼會聊到呢 是因為呢 因為我只要有空的話 我就會在Uber的那個 熱感 感熱子 我是不是講過 感熱子上畫 Thank you 然後一個笑臉 我有空的畫 因為我覺得那樣很超可愛嘛 然後 有幾位女同事就會 也不是女同事啊 反正就是有些同事就會注意到 就會 來說啊很可愛什麼之類 然後呢今天呢 有一個女生就 第一次看到 然後他就 捧著那個感熱子說 欸這是你畫的嗎 好可愛喔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開玩笑 然後我就說啊我應該被夾心啊什麼 就是開一些很閒話家常的玩笑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會畫畫嗎 然後他就好像說 他好像也會畫 還是他不會畫 我一定沒catch到 因為 英文母語者的碎念 我都catch不到 對 但我那時候就很有壓力 因為我就一定要做反應 然後我就要祈禱 我做的反應是對的 然後呢反正 他就回答了一個東西 然後他就說 欸另外那個女同事很會畫 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就問我說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女同事 他畫的那個 另外一位女同事的素描 就是很多女同事 然後我說 沒有欸天啊 但我已經跟那個女同事有聊過 就那個畫畫女同事有聊過 所以我已經有印象說 喔他是會畫畫人 可是他可能是比較那種 素描啊寫聲比較專業的 啊我就是那種走可愛路線 對對就是笑臉 emoji路線 然後呢 剛剛跟我先聊的那個女同事說 欸你要不要看他 他就是之前畫我們那個女同事的本本 然後呢我們就 我們就全部挪動到吧台 因為那個本本好像是 藏在吧台某個角落 然後呢我們就開始在找那個本本 然後找出來之後呢 沒有女同事就秀給我看說 那個很會畫畫的女同事 他以前畫另外一個女同事的那個 那個東西 然後我就很驚訝 然後我想喔真的是素描耶 就是看人臉這樣畫出來 然後我就就是一波稱讚嘛 我說真的很漂亮很厲害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他就講了 對就在 對我看著那個女同事畫像 稱讚她 的那個瞬間 我甚至稱讚都還沒有 我整串稱讚我可能才講了80% 可能還沒有講完 因為稱讚一長串嘛 然後他就講了 他說 他說 他就開始講 他就說 你知道今天 然後他說 他女朋友 你做你紀念什麼 然後 我們另外一個同事就說 哇你應該要 你應該要 收他錢耶 你要為這個服務收錢 然後我那時候 其實已經就是很 聽得很淡的一層說 他有女朋友 很淡 但我不確定 所以我才 我在那個廁所錄影的時候 我才說 我有再重複文一次 就是 我當然就是旁敲側擊嘛 希望我的旁敲側擊 但別人眼中 看起來也是很旁邊的東西 我不希望 我以為我做的不明顯 但其實很明顯 我不希望這樣 但應該還好 因為我覺得我很平靜 但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 然後 我也是很 就是 很中性的問這些問題 因為 對 然後因為我真的太不確定了 因為他第一次講完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還想說他是不是 是不是我沒有 他是不是講了某一個名字 但是我以為那個名字 是那個男生 所以我才來問說 是那個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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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女朋友 所以他請他們畫 什麼之類 然後一群人就在那邊說 哇 這超甜蜜的耶 什麼啊 應該要跟他收費啊 什麼 就是也是開一些玩笑 什麼 我如果沒有在那邊 就是 自作多情 在那邊畫笑臉 寫Thank you 在那個Uber的訂單上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 才要知道他有女朋友耶 我今天就是因為畫了 然後同事 看到了 然後成讚 然後同事想到說 我們另外一位很會畫畫的女生 有畫另外一個女同事 然後才連到 我們這些人 都聚集在那個 會畫畫的女生身邊 然後會畫的女生 才想到說 他這個畫畫技能 最近有被 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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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耶 我快睡覺了 現在已經 1點48 而且我那個線啊 就是iPhone的線 我覺得我可能去機場看 機場有沒有那種就是 藥妝店或是 很像寶牙那種店 買一個吧 不然我這樣 真的是 現在我今天這次只去 三天兩夜 但去頭去尾的話 就大概 一天半吧 禮拜天完整的 一天都在西班牙 然後 落地是 三點 多 然後出發是 十點多 所以其實就是 大概一天半在西班牙 而且這次打瑞安 瑞安都會把我塞在中間位 然後這次好像兩個多小時 EasyJet就很大方 他就是 就算我沒有選位 他還是可能會給我走到位 什麼的 可是瑞安就 就一定把我塞中間位 所以希望 明天飛機人少一點 而且我這個腰 我這個臀 我這個腿 不知道明天會多痛 而且我還要先坐火車 反正明天是第一次去那個機場 也是 也是蠻 蠻緊張的 5月13 8點21 我已經坐在火車上等發車了 大概9分鐘後會發 然後我現在還在想 他飛彈神的事 我還在想 一直在想就是那個 你沒有到底是誰 一直在想像你知道嗎 然後 還是有點想哭想哭的 然後今天 今天還不錯耶 昨天 就是哭結果 沒有雙眼都腫 這一支還是正常 然後 這一支有貼雙眼皮貼 然後我 買了麥當勞 我 我聞到那個 我今天走路的時候 聞到那個熱可可的味道 就是拿在手上的時候聞到 突然又覺得很像回到那種 高中的冬天的早上 然後也有點想哭的感覺 反正就是 然後這支東西就是 亮還可以 一個包包 跟一個腰包 好 而且 我不是說那個 就是 那個 iPhone的線嗎 就是我剛剛經過那個 就是百元商店 我就買到了耶 好讚喔 這個才 45到55台幣吧 讚 因為我也另外帶了 就是那個Mac的 就是很大的那個豆腐頭 所以就 就也帶著 也不能怎麼辦 才8點29 現在才8點29 可是這半是8點30的車 怎麼辦 那些人很可憐耶 傻眼 發車